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傍晚的時候 突然間就傳出了一宗消息 說資深演員廖啟智智叔是不幸離世 中年67歲 不少人聽到這宗消息 一定都感到相當惡然 因為早幾天才說 他的病情可能是好轉 現在忽然之間就說走了 真是人生無常 他的經理人公司就出了一篇符文 那篇符文就說 現在以萬般不捨的心情通知大家 我們敬愛的廖啟智先生智叔 於2021年3月28日晚上8點32分 在威爾斯親王醫院 安然在家人的陪伴下離世 榮歸天父懷中 廖啟智一家其實都是 虔誠基督徒來的 而智叔本人為人 都是相當低調 敬業爭業 演技精湛 也獲得了同行的認可 他曾經兩次奪得了香港電影金像獎的 最佳南配角 就是憑著 龍文和證人這兩出的電影 而他近年所拍攝的一些角色 都給到市民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比如說王維基一開這個HKTV的時候 智叔馬上就過去幫忙 他拍的那出選戰 就是擔正其做主角 另外 在金像獎最佳電影 十年的本地彈故事裡面 他所演的角色 亦都是 備受市民的認可 他過往那麼多年以來 其實一直都很少就著一些政治議題來表態 即使近年他的工作量有所減少 他亦都沒有說 要借著一些政治的表態來討論 起碼來說 和很多 以往在本地撈開的藝人 回到上面 為求爭取工作表現 就不斷地在微博那裡擦鞋 在這裡表中 說一些甚至乎連他們自己心底裡都不相信的說話 了解智從來都不做這些事情 因為他一直就把演藝事業的本位 擺回香港 他一直所拍的都是香港的電視劇 香港的電影 他就沒有說走去北上那裡挖金 這件事已經是值得香港人的尊敬了 因為沒有幾多個演員 好像智叔對於香港 是這麼熱愛的 尤其是從他一些訪問當中 是可以反映到出來 實情 智叔在1979年的時候就出道了 到了第二年 馬上就在上海灘和上海灘的續集 有一個非常之重要的角色 就是祥貴 當時他也是剛剛是一個新人 在劇裡面 他就跟周潤發、呂良偉有很多對手戲 兩年之後他就參演這個《飛越十八層》 就證明得到 其實他的戲路都相當廣泛 他拍一些叫做 黑色幽默的喜劇 都是相當精彩的 當然去到近年就更加是 拍了很多 以本土做題材的電影 比如說他過檔去到王維基的電視台的時候 就拍了一齣選戰 他所演的角色 其實就是在影射 民建聯的前主席 曾鈺成 當然那個赤道也是相當大膽 而且那個角色 其實就是一個奸角 廖啟致收到劇本以後 當然他就是相當一個敬業 熬業的人 他當然要演好這個角色 沒有說托手爭 但是比作別的資深演員 當他收到劇本 看到一個這樣的角色 可能他就未必會這麼順滩 都不出奇 不過廖啟致就沒有這些東西 去到電影十年裏 那個《本地彈》的故事 廖啟致所飾演的角色 就更加是深入民心了 他有一句很經典的對白 他就跟兒子說 說千萬不要習慣 就是因為他們那幾代人 什麼都習慣了 你們才要這樣 其實這一齣電影 所表達出來的政治意識 是相當之露骨和強烈的 比作一些蛇鬼的演員 他就肯定 收到劇本 他就馬上推卻了 不演的 但是廖啟致作為一個 這麼資深的演員 他又有一個職業道德 他就沒有說看到劇本就肅沙的 之前HK01曾經訪問過他 也有問過這個問題 就是說到底 智叔你怕不怕演員這個角色以後 是會遭到大陸方面的封殺呢? 當時智叔就這麼說 他說 他只不過是一個演員而已 他就不能夠控制這些東西 他就只是要做好演的部分 其他東西他是不會去理會的 他還說 他是不會刻意避開這些角色 因為他從事這個表演事業 一向都是看劇本 和合作團隊而已 儘管每個作品出來 都會有人喜歡 或者討厭 但是世界就是這樣 沒有永遠的敵人 當然他希望有永遠的朋友 所以大家就會看到 他是相當豁達的 他也不擔心會遭到封殺 總之他收到的角色 他就要演好這個角色 這些才是為之專業的演員 就不同 有些人根本上他不是演戲的 他只是跑去擦鞋 跑去拍馬屁 然後就可以獲得很多工作機會 那些爛壇而已 好了 記者還問到他 到底 港產片還有什麼發展空間呢 智叔就說過這番說話 其實之前爭論是說 到底港產片是否已死呢 王家衛就說沒有 好了 智叔怎麼說呢 他說 你要搞好本土的電影 才能夠向外擴展 當然現在的香港電影 對外擴展了一定的程度 但是再回望過去 再想著 好像以往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這樣的輝煌時期 太過懷緬的空間 他就覺得是有些不切實際的 他認為 港產片應該是走另一個方向 或者是另一條路 事實上現在就是往這個方向走的 比如說現在網上很多 很多那些拍短片的 那些某程度上都是一個 港產的製作 雖然那個不是叫做港產片 或者不是說要有120分鐘的電影 但是那些都是粵語的創作 那些都是 香港的創作 所以我認為 多多少少都是走這個方向 你說再有個金主走出來 訂幾百萬拍電影 那些已經是很舊式的 現在多數什麼東西都是上網看的 所以都是向這個方向行進的 好了 智叔除了不怕封殺以外 他在接受另一個媒體訪問的時候 更加聲言自己是本土派 他就曾經這樣說過 如果大家都悲觀 就只會是越來越悲觀 等於在八十年代的時候 有移民潮 一樣是這樣 平常心 他就說自己是會堅決留在香港的 因為他是比較頑固 他還說可以這樣說 其實他是草根派 他是本土派 他很喜歡香港 事實上來講 智叔就是講得出做得到 直到走的這一刻 他還是留在香港的 那就證明到 他所說的這番話是發自內心 而不是吹水 不是為了騙取 觀眾的好感 而說出來的 這些真是好東西 另外 智叔又對於買樓 有些心得 他就說自己買樓的時間 比較遲 去到四十歲才開始 去到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後 香港爆出了移民潮 樓價就急跌 智叔就對香港的前途 用 鈔票來投了信心的一票 趁機換樓 從此就逐步升級 後來還買入了多個單位來收租 經歷了這麼多年投資物業的經驗 智叔就說自己不是炒家 他不會因為物業升值而隨便放手 他也不贊成炒賣物業 他一直就當這個物業作為長線投資的儲蓄工具 他就存夠錢才去買一家 而且他認為 買樓是對於香港這個地方有感情 有承擔的決定 他這番的話 如果擺在現在這個時空來說 就更加之重 因為如果不是對於這個地方很有承擔 很有感情的話 還怎麼會在現在這個時間去買樓呢 另外他就說儲夠錢才買一家 也反映得到他對於 購買物業的心態 因為他說儲夠錢才會買一家 那就肯定他不是炒家 因為炒家就不會愚蠢 夠錢 full pay 才買 他總之儲夠的首期 過了這個壓測他就馬上入貨了 總之買了回來才算 然後就把等樓出租給那些租客 就由租客的租金來代他供樓 炒樓的人就是這樣的 然後呢 一買回來他就等升值 博升值 智叔說夠錢才買一家 他不是炒家 他這個 置業心態就很健康了 香港實在是 過往太少 像智叔那些人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